旅美球员罗佳仁跟林哲轩 他们相约到台南市北区买东西 刚好路过看到有个机车擦撞的车祸 其中一辆机车是阿嬷载着孙子倒地了 两个人赶快的上前去帮忙 一个指挥交通 一个呢赶快照护的伤患 让这个目睹的球迷觉得他们真的很有爱心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接王岳芳来告诉我们 岳芳 好的主播贵官 最后现在看画面呢 就是行车记录器清楚的拍到了 在车祸现场呢 是一队组孙受伤那么坐在地上 而消防队员紧急为他们包扎治疗 仔细一看呢 旁边还有两名身形高大的热心男子 透过画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其中一个穿着天空蓝上衣的呢 就是林哲轩 罗佳仁呢 则是穿着深蓝色的运动外套哦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五号下午刚好是相约到台南市的北区 要来买东西 刚好看到呢 这个两辆机车插撞 其中一辆机车呢 是阿嬷载着孙子哦 当场倒地 两个人是立刻的上前帮忙 一个人负责指挥交通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负责来照顾伤者哦 直到救护车抵达 还有救护人员接手治疗之后呢 他们才放心的离开 而他们呢 热心协助车祸伤患呢 经纪人是转述说呢 其实呢 这只是一般人都会去做的事情 不过两个人的扇行呢 也让在现场目睹的球迷直夸 真的是好有爱心哦 那么这是掌握到最新情形 镜头交换彭内主播哦 这两个球员真的是很有爱心 这三个球员